2019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与乌达克文化基金会共同举办了一场以在校师生为主要对象的媒体工作营。 在乌达克增殖孙女维拉格切地的引导下,走近百年之后依然佇立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出自乌达克之手的优秀建筑。 工作营的最终成果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建筑中心进行展览。 让更多的人了解乌达克在上海近现代建筑史上留下的辉煌篇章。 在英国人世纪的经典设计则不知名的。 在英国人世纪人没有人知名的设计则,不知名的设计则。 因此,这是一番大的挑战。 我来到这些设计的连续来到 Budapest。 在这些设计里面,我们有一个英雄,我们有一个星期。 我们有一个星期。 我们有一个星期。 你必须知道和学习,如何成立在这种重要的建筑。 所以我們コадц 完成了解 各地女人收入 和一義、俄羅斯科 其主委 也是 俄羅斯 e accomplished 咱מו 我想 這裏 與俄羅斯科 照عم 三島 ória 它的 principalmente 還有 Thag 和 among 從 青年人理解放在香港的古代 也就是想要设计 因为这一大学的设计 也有很强的教育 在设计的历史上 他们也想知道更多 这些古代的古代 我帮他们解放 拉斯洛胡杰茨及乌达克 拉斯洛胡杰茨及乌达克 1893年1月8日 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富裕家庭 其父是当时有名的建筑营造师 作为家庄长子 乌达克9岁就在父亲的建筑工地上 参与实践工作 1910年进入布达佩斯理工学院 建筑系攻读学位 并顺利毕业 不幸的是 21岁时战争爆发 乌达克被招募进军队 并送往前线 原本一片光明的职业生涯 瞬间化作泡影 Budak's architecture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1918年 拉斯洛胡杰茨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逃出 几经辗转到达了千里之外的上海 从此他改名为拉斯洛·乌达克 恢复了祖父的姓氏偏显 因为这样更朗朗上口 容易让人记住 起初他只是想着尽快找一份工作 好攒到足够的路费早日回家 而他作为建筑师的技能 在当时上海这座急速发展的城市里 正好派上了用场 他有很困难的时刻 因为他逃到俄亚 作为战争 因此他不仅仅没有朋友 但他也不仅仅没有钱 因此他必须开始找到工作 因此他有所创造成功 因为他非常努力 在湘海中 他能够成功为达职员 在联合区的联合区 在阿里的工历 他开始工作 然后在短期中 他的功能和这个联合区 他带来到达联合区 在联合区的联合区 在联合区的联合区 乌达克在上海度过了29个春秋 期间建成了不下50个项目 单体超过100幢建筑 中西女署景莲堂 诺曼底公寓 刘吉生住宅 他的作品跨度很大 包含了宽广的建筑意向 然而在这么多建筑中 几乎没有重复出现的母体 种类之权 质量之高 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并不多见 我不确实不知道 为什么设计是很普遍 而是很普遍的 但是我认为 因为上海客客人 中国客人 比较开放在新的风格 比较开放在新的选择 比较开放在新的选择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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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选择 三位开放在新的选择 to make an exhibition where we can show the Budapest Archives together with this Canadian Archives and really give the big picture of how he was becoming such a good architect.